第三题请比较化学反应前后关于原子和分子总数的变化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知道根据道尔吞的原子说化学反应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其种类跟数目不会发生改变 所以我们的原子的总数一定是不会变 所以选项A跟选项C是对的 那么至于分子的总数会不会改变 那么重新排列组合产生新分子 所以它的新分子的数目可能一样可能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的氢加氧会变成水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有两个分子加一个分子是三个分子 最后产生的是两个水分子 那么叫我们的分子的数目是不一样的 可是我们的氢加上硫酸酮会产生酮加上硫酸氢 这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分子加一个分子是两个分子 结束的时候也是一个分子加一个分子是两个分子 所以它的分子的总数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的分子的总数呢是可能变可能不变 所以第三题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原子总数一定不变 分子总数可能改变